海贼王 凌空六子 霸气的名号换来尴尬的战绩 众所周知 热血漫画中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规则 那就是越晚出场的角色往往实力也会越强大 那么问题来了 在这样的规则之下 海贼王漫画中出场较矮的凌空六子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来细细分析一下凌空六子的战绩吧 01 佩吉万 在鬼岛演会前的凌空六子会议上 作为众人调侃的对象 佩吉万基本可以确定为凌空六子中最弱的存在了 当然 即便如此 佩吉万也是正牌的凌空六子之一 实力自然不可小觑 本以为佩吉万就算不能在鬼岛决战片中大放异彩 至少也有可圈可点的表现 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这场激烈的大战中 佩吉万先是被巫索普阻挠 难以追上阿玉的手库搏拳搏切带 之后又被愤怒的四皇大妈一拳集中猴步 当场倒地 再岂不能 暂不确定佩吉万是否还能参与之后的战斗 没错 自出场开始 佩吉万只打败过普通的武士 02 乌尔提 相比佩吉万来说 身为姐姐的乌尔提的表现就好多了 在鬼岛决战片开始不久 乌尔提与陆飞展开了激烈的交手 不过这场交手并没有持续很久 随着大河的突然加入 乌尔提迅速败在了大河的雷鸣八卦之下 凭借着出色的身体强度 乌尔提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苏醒后的乌尔提与弟弟佩吉万联手打的纳梅等人节节败退 战况逐渐往有力的方向发展 就在乌尔提展现高光的关键时刻 四皇大妈出现了 还莫名其妙地攻击了她和佩吉万 仅仅一个回合 乌尔提就被重创倒的了 再然后就是身受重伤的乌尔提被纳梅收割了 注意 有趣的是 乌尔提两次被有军重创的时机出奇的一致 那就是她控制住对手 想要使用头锤的时刻 简单来说 乌尔提的高光表现就只是险些彻底击败乌尔普和纳梅 这里的纳梅指的是没有彻底得到宙斯的弱化版纳梅 03 福兹福 值得一提的是 在早前的凌空六子会议上 福兹福展现出了极为嚣张的一面 让人不得不怀疑她是凌空六子中的最强者后部之一 那么如此嚣张的福兹福的战绩又如何呢 在鬼岛决战篇初期 福兹福和义才奎因联手打伤了内鬼德雷克 之后正式进入最终决战 德雷克与草帽团中名声最响的慎平对位 而这也足以彰显出她地位之高 不过尴尬的是 在战斗中期 福兹福不小心触动了慎平的逆临 然后就是单方面的被揍了 如无意外的话 福兹福的硬实力要低甚平一档 而她的战绩或许也只能停留在打伤德雷克上了 零四左左目 另一边 同样被认为是凌空六子最强者后部之一的左左目的处境也很尴尬 虽然左左目的防御力惊人 但是机动力不足适应商 在和草帽团主力之一的福兰奇的交手过程中 左左目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下风之中 截止至漫画最新一画 左左目和福兰奇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由此可见 左左目的硬实力也就和福兰奇差不多了 整体而言 左左目的战绩就是先被传辞兰活捉 之后与福兰奇缠斗滑水 05黑玛利亚 在宴会开始之际 黑玛利亚与凯多贴身而坐 让人不由地对其实力产生了怀疑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位和凯多关系非同寻常的凌空六子 则是战绩非常亮眼的一位 截止至目前为止 黑玛利亚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击败了黑族山智 并且在自己的蜘蛛丝被克制的情况下 以一己之力拖住了布鲁克和罗宾 可谓是战绩斐然 考虑到黑族山智是自己束手就轻的 所以黑玛利亚的这份战绩也只是在凌空六子中显得优秀 06德雷克 既然是说凌空六子的战绩 那么必然要提一下德雷克了 自从被发现室内鬼之后 德雷克就不遗余力地帮助草帽团 在索隆的帮助下 德雷克成功击败阿普 避免了全城滑水的最坏情况 注意 德雷克击败的是被索隆重创后的阿普 整体而言 凌空六子的表现和战绩真是太惨了 基本都没有很多的作用 霸气的名号换来的 这确实是尴尬的战绩 可悲可叹 当然 在这场大战中 强如三灾也都是被压制的状态 更何况是区区凌空六子呢 他们这个表现也是正常的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